最后一点就是外行资本大量的进入 热钱 这我举个例子你就能明白 就像咱们说房价怎么高 这个演员片出高 有时候跟房价高之间很像 刚才我说稀缺演员 就好比那稀缺地段的房子 它是降不下来的 但是为什么那些房子跟着炒有泡沫呢 它就跟热钱进入有直接关系 那炒房团的钱来了 一栋楼一栋楼都没买 那价还不太高吗 说人家的热钱也不傻 人家也得挣钱的 怀有各种无理 你像现在中国有钱的人不少 他琢磨我投点啥能挣钱 有的啥事也看不准 我投个电影电视剧吧 这样的话起码能唠个名呢 我的公司通过投电视剧 最后一拍活广告 有的公司带着打广告的名义杀进来 还有的老板存属于个人兴趣二号 我就有钱钱我不怕赔 他也杀进来了 所以你想着他带着各种各样目的 进入到电视剧行当 对于演员的片酬 他不是什么唯一诉求 经常一下钱不是问题 你开架吧 你只要把他弄来 达到我其他那些目的 就可以了 一线演员大量稀缺 制作班底鱼龙混杂 经纪公司哄抬价格 外行资本 超涌而入 演员高片酬 势不可挡 那么该如何保证电视剧产业健康发展 老良官世界 片酬高 实在是高 正在播出 其实这个责任 我认为根本不在演员的 就在我们电视剧行当本身 竞争无序 非常混乱 就什么人都能来拍 拉起个班就能来拍 现在每年广电总局都有统计数字 一年咱们拍了多少电视剧 能播多少 连一半都不到 以前来说 联军产量是大概在一万五千级左右 真正能够播出的是不超过五千级 所以意味着说 有三分之二的电视剧 是没有办法进行销售的 我相信经过这么一段混乱时间 有人意识到这行的不好混 轻易不往进投钱了 可能这股高潮就下去了 就像前两年 那电视剧在网站上卖疯了 一集卖一百多万 好多网站争着抢 现在怎么就卖不上这家人 他一点点发现亏了 不理性 他自然就回归 所以不用被这事着急 你等要想长期的 能够让电视剧这个市场 良性发展运作 那需要我们在制度建设方面 做好多东西 有的人说 那你也得是 你各方面运作 都很到位的情况下 什么叫到位呢 你比方说 为什么 你看美剧 它轻易没有那个高片酬 吓人的演员 它是什么原因 这个倒值得我们现在学习 美剧呢 它跟中国的电视剧不一样 中国电视剧怎么拍呢 找些演员 导演弄在一块 几个月拍完了 然后几个月剪辑 然后送电视台就开播 一天两集 剥一个月左右 剥完 美剧是什么呢 跟咱们上班一样 一个礼拜就剥一集 礼拜五剥 礼拜一上班 研究本子 礼拜二开始拍 礼拜三拍完 礼拜四剪辑 过审 礼拜五剥了 这就一集 然后下礼拜 礼拜一上班 再接着这么来 所以它有剥出机 它按照这个速度呢 平衡有序 它的预算是非常固定的 这个电视剧 我开始之前 大致预算是什么 都定下来了 演员片酬是多少 这都定完了 一般不会随着市场叫价 它水涨穿高 它不是这样 更重要一点的是呢 它那有一个 非常完善的制度 叫演员参与票房 分成制度 你不管多大半 你像一线演员都是 我除了在你这 拿片酬以外呢 这个电视剧 假如收拾好了 电视台有相应的分成 有着收拾率 各方面带来 广告收入的分成 这样的话 你就会发现 演员和电视剧制作方 捆绑到一块了 所以中国将来 有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电视剧演员 参与电视剧制作 共同 来用票房分成的方式 除了拿个基本片酬 我剩下的 假如这收拾率很高 我拿了就高 收拾率低 我就拿不了那么多 所以这样第一个 减轻制作方压力 片酬能下来 第二个 也使演员更加敬业 更好地投入到电视剧 拍摄过程当中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是中国将来 可能完善的一个方向 的乐监制作偶像 我还不会参加